主计总出务公布今年1到4月平均薪资为50562元 比去年同期缩水了1386元 而且比16年前的薪资还要低 民众感叹钱越来越薄 薪水不涨 物价一直涨 而劳团则是忧心 政府与中国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 台湾的就业环境会更加恶化 简单俐落处理手中的油机 在传统市场经营这间油机店 已经10年的时间 老板娘说年纪大了 只求一份简单的工作就好 不过也一边感叹 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人一样比如说我的客人 有100个或200个 可是我的营业也会下降 为什么 平常以前景气好的时候 他一买可能就100 200 可是他现在会50 80 是这样子 消费者会舍不得买 小餐饭感受最深刻 民众的钱练得越来越薄了 暑机处资料显示 今年1到4月份 实质平均薪资为50 562元 比起1997年还少了581元 等于薪资倒退回16年前 就一开始工作大概1万8吧 到现在领大概2万2 这样子大概10年吧 买房子啊之类的 对啊 可能就买不起吧 薪资不断往后退 劳工团体说不意外 企业只想着要压低成本 台湾的就业环境只会越来越差 而与中国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 更是雪上加霜 未来因为服务贸易协议 有这样签订 造成我们的服务业的公司 更加的低迷 那未来冲击的 其实是无一信念的 所有的服务业的这个产业的劳工 服务贸易协议说签就签 造成的冲击还无法评估 就怕台湾长期低薪的就业环境会更加恶化 新唐人养太电视 陈辉耀张元亭 台湾新北市报道